HELLO 大家好,我是花生,我是一名药剂师 有朋友介绍我吃燕麦 他说燕麦能降低血糖,是真的吗? 燕麦是属于全骨类骨粮 它会保留外层的部分,那就是康和胚芽 这样就能保留着丰富的营养成分 比如说膳食纤维,维他命B,维他命E和矿物质等等 而白米就是去除外层的部分 所以就把很多的营养也去除了 我们要知道膳食纤维高的食物 它的升糖指数也会低 所以燕麦的外层是保留着的 所以膳食纤维就高 这也会导致升糖指数比较低 所以对血糖管理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人一天的膳食纤维需求量大约是20-30克 燕麦没有肤质Glutane 所以适合那些肤质不耐症的人吃 燕麦含有丰富的Beta-Glutane不聚糖 它是一种可溶性纤维 Beta-Glutane不聚糖可以减少糖分和胆固醇的吸收 对高血糖和高胆固醇的人是非常有帮助的 当血糖和血脂降低时 也会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 总结一下 燕麦是可以吃的 但是不要过量 毕竟燕麦也是一种淀粉类食物 淀粉被身体消化后 还是会成为糖分提升血糖 燕麦虽然比白米的营养成分高 能帮助降低血糖和胆固醇 但是燕麦的热量卡路里也相对比较高 会影响到体重 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如果你有任何关于健康医药的疑问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询问哦 还有记得点赞我们的影片和分享我们的影片 最重要的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拜